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美这日就在TVB出席节目录影 提到早前阿姐汪明泉就在节目中 读出老公罗家英写给自己的情书 不知道心美又会否效法一下 家英哥写情书给太太呢? 我听完上次阿姐的情信 我真的感到爆炸 所以我觉得人是很重要的 经过患难之后才能见真情 我和我另一半没有那么多人生经历 不过现在有时也会有 例如我太太刚去英国看小朋友读书 考试 离开了大约一个月左右 其实我这个月之前也不舍得 因为她有时会去一个星期旅行自己 原来一个人睡一张床是有不习惯的 所以这个月我约了很多朋友 排好日子 有些人陪我跑步 所以你看我社交网站 叫我户外活动多了很多 虽然太太不在身边 但是很快就到母亲节了 心美有没有为妈妈准备什么节目呢? 以前我两个妈妈 一个我儿子的妈妈 一个是我的妈妈 今年不一样了 因为我的太太不在我身边 所以可以用所有的时间给我妈妈 好像昨天晚上我在带我妈妈爸爸 还有很小的时候 一对我很痛我的意义 一直看那个Alem的演唱会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一年 将所有的爱给我妈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